近日,朝阳公安分居街群众举报称,有人在朝阳某小区蔓淫嫖娼 对此,警方依法开展调查,将蔓淫违法人员程某惠女,29岁 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南,39岁查获 经审查,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,目前均已被朝阳公安分居依法行政拘留 对此,中心网评论,李云迪在微博介绍里自称国际钢琴家叶金于琴荒于稀 形成于私毁于随,自诩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技艺以得福人,更应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而不是一边上节目赚钱,一边默示并挑战法律底线 情见非黑即白,做人一定要分清黑白,这个绝对不可以错 据西微博有消息称,李云迪一四射黄被抓 他作为常驻嘉宾参与的热门综艺披荆斩集的哥哥,对于他的画面也进行了剪辑 中午,李云迪迅速发布微博辟谣,他发了一段自己在节目中表演的视频 并且佩文今天听演唱会,下次听演奏会,向粉丝承诺还会有更多的表演 对于李云迪嫖娼被抓,目前披荆斩集的哥哥并未做出声明刚刚上线的武功表演中 李云迪与其他队员演唱的歌曲,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仍能正常播放 李云迪的镜头也并未删减,会用马赛克后期处理 喜欢就定一月呗